我敢保证,这个面包从新鲜出炉到肚子里不会超过半小时 太结了 首先把脑门上的食材交给厨师机 你没看错,这竟然是一台可以乘量食材的厨师机 也就是说,再也不用洗一大堆的碗了 先用烤面酱慢速搅拌成团,大约搅拌6分钟左右 环形影灯的设计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面团搅打的状态 轻轻松松就可以获得一张吹弹可破的手套膜 接着让打好的面团直接在厨师机里加热发酵一小时 你没听错,这台博朗7系厨师机是有加热发酵功能的 一共有六大预设模式 还能加热融化巧克力和蛋白霜的制作 就算是高阶发式甜品也可以轻松搞定 发酵好的面团切成喜欢的大小 滚圆之后送到温暖的地方继续发酵 趁工档来制作面包的夹心 开启厨师机的加热功能 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奶油奶酪也可以快速软化 非常细腻 换成5升的搅拌碗 装上打蛋头 把大奶油打到6分发 再跟刚刚软化好的奶油奶酪混合均匀 抹鞋底都好吃的奶油馅就做好了 二次发酵好的面团交给魔法盒 它就是你胖嘟嘟的小可爱啦 真的超级柔软 用筷子撩一撩再挤入满满的奶酪馅 只能说这个爆浆谁吃谁蜜糊 太满足了 今天的冰面包全程用到了 博朗7系厨师机面吨吨来制作 整个过程使用起来是非常方便的 不仅智能 功能齐全 而且特别的精英 满足了我对厨师机的所有想象 如果今期有考虑入一台厨师机的小姐妹可以参考一下 而且现在天猫预定还可以享受优惠 赶紧了解一下 吃飞了吗